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屆市的全新的物件 那它的價格呢 大概是在3000萬以下 不到3000萬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裡面的內裝 在停車場這邊也都有擺一個插座 方便我們去做使用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 首先我們進來之後呢 這邊是有一整排的收納空間 擺包包擺安全帽 然後店員開關在這邊 轉過身來這邊有一個大的鞋櫃 那鞋子呢其實一個家庭可能不夠放啦 但是你就可以放在置物空間那一邊 然後這裡呢是一個小的洗手台 還蠻好的因為回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順便洗個手 一般的建案是比較沒有做這樣的設計啦 那這個建商還是算比較貼心的 轉過身後這邊是廁所的部分 那廁所一樣都有幫你設置一個洗手台 如果有稍微注意到的話呢 日本的廁所其實很少有洗手台 一般都是在馬桶的上方 所以有洗手台的廁所 在日本還是算偏少的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間房間 我們第一間房間的坪數呢是六鐵 六鐵的空間那是陽室 好那我們的窗戶也都是雙層的 然後再加上有紗窗 除了紗窗以外呢 它這邊還有鐵捲門 所以這間建商它在用料上面 其實還算做得還蠻不錯的 我認為是一間還蠻注重採光 注重建材 以及實用性的一間公司 樓梯這邊有副把手 而且樓梯走起來也不會很陡 二樓一上去直接面對的 就是二樓的廁所 那日本人很喜歡這樣子設計喔 那這間包含廁所的門呢 也是都有稍微做一點點小設計這樣子 二樓的這間廁所就沒有在做洗手台 就是在馬桶的上面來洗手 那這邊都一樣有做採光的部分 他們連整體式衛浴裡面都有做採光 我覺得是非常加分 接下來是這個細節 就是這個門呢 它是有自動緩衝的 不會因為力道太大 然後就會很大聲這樣子 那它前後呢 都是有做緩衝 接下來我們來看廚房的部分 廚房這裡有一個東西還沒有裝喔 所以這邊有一個洞 那這個洞是什麼洞呢 就是之後的天然瓦斯器 天然瓦斯器的開關會設在這邊 這邊也都是有附洗碗機 以及旁邊這裡有一個收納 那這個收納空間呢 也都是有做緩衝 這些看起來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些小細節啦 像是它連廚房的空間也都是有做採光 那就是放一個小小的氣密窗這樣子 這樣子在通風上面也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再玩一下這個門 怎麼樣還不錯吧 雖然它只是加上個小配件 可是你就是覺得喔還蠻貼心的 那這個浴缸一樣也是喔 因為還沒有裝那個瓦斯的天然氣喔 所以現在這邊就是還沒有裝上去 乾燥機的開關在這邊喔 是用山林的 那浴室外面這一邊呢 就是我們洗面台 洗面台在這裡 然後洗衣機的話呢 是在這邊 上面一樣放一個小窗戶喔 接下來我們去三樓看一下 三樓的格局其實蠻特別的喔 這個建商呢都是 算是做三房 可是它又不把牆壁給隔死 等到有一天我們真的需要用到三房的時候 我們再自己去做一個隔間這樣子 好那這邊是一間房間的電燈 然後另一間房間的電燈就在那邊 那這邊呢我們是有兩個門的 中間其實是可以有一道牆壁這樣子 那這兩間房間它一樣也都是有做採光 兩間合在一起是九鐵的空間 那有一間是四鐵一間是五鐵 如果隔起來的話 那我們現在再到我們這個主臥室 主臥室這邊呢是六點七鐵的空間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它的陽台空間 並沒有做得很足 而且呢這間建商因為他們不希望說 陽台對出去會面到人 所以他們陽台的高度都會做得比較高一些些 也就是擋住外面的視線這樣子 但是陽台的外牆做得這麼高 我反而覺得有點小壓抑 而且沒有附曬衣感的掛鉤 OK最後再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物件的相關資訊吧 其實這個物件呢離小學中學都非常的近喔 那離超市呢其實也都很近 但是它有個缺點就是它離車站其實是有距離的 它離南海的高野線的借東車站是走路15分鐘的距離 價格是2810萬日幣全新的物件 好我們接下來來看下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一樣呢也是同一個公務店做的喔 叫做丁田公務店喔 玄關進來之後一樣是一個比較大的收納空間 那這邊哇都非常的大 這個空間真的是算蠻大的 看過來之後呢這邊是洗手台 然後還有鞋櫃 那鞋櫃呢也是一樣喔 我覺得並沒有說弄的特別大 但是它的收納那邊你就可以擺鞋子了 所以也是算還不錯 那不得不說啊再三強調 我覺得他們真的也是太注重採光了 連玄關這裡都要擺一個採光 好玄關走進來之後呢第一間就是廁所 那我們進來看一下這間廁所 打開 OK 這裡又是一個洗手台啦 那他們一樓呢就是都是有做洗手台的廁所 馬桶他們都是用TOTO的免制馬桶 千萬不要認為說TOTO是日本的 所以在日本看到TOTO馬桶是很正常的 其實你一般的家庭啦 當然也是可以特地去買TOTO的啦 但是其實立柱我還是覺得比較多的 在價格上面其實還是有差啦 那他們設計的這個燈 其實我是還蠻喜歡的 覺得蠻有質感的 廁所旁邊也就是玄關這裡 他有做一個收納空間 這個收納的話如果是我 我應該是把它拿來放什麼 掃把啊 拖把啊 然後吸塵器啊等等的 那種雜物就會放在這邊啦 這個鞋櫃我們也打開來看一下 真的是不大 再次證明真的是不大 但是光有旁邊的那個收納空間 我覺得就很厲害了 好那我們來進來看一下這個客廳加廚房 日本一般都是這種開放式的廚房空間啦 所以這個空間總共是14.4鐵這麼大 那這邊燈光以及加上這個採光落地窗 在這邊 落地窗對出去直接就是對我們的車庫了 那車庫呢旁邊一樣都是有裝那個 那個插座 只是說它上面 沒有電燈 沒有電燈 所以晚上的話呢 該怎麼辦 其實也不會怎麼辦啦 因為其實你那個客廳的光線一定是照得過來的 對 只是說會沒有那麼亮 那這一間一樣呢 也都是有紗窗 然後跟這個鐵捲門 鐵捲門在這邊 然後還有紗窗這樣子 那這邊的玻璃呢 也都是中空玻璃 雙層玻璃這樣子 二樓的部分有一些玻璃 它是做實的 就是沒有辦法去打開 那這邊樓下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是可以做活動式的 可以開 這個房子包括上一個房子也是 都是有設一個天然氣的孔 也就是呢如果我們家裡有那種 天然氣的軟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使用 好的那客廳的整體空間是這種感覺 14.4鐵的空間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廚房 廚房的空間跟剛剛的那一間其實差不多 一樣都有做採光 然後這邊一樣也是洗碗機 以及都有幫你做緩衝的部分 那在瓦斯爐後面呢 這邊一樣也都有放一個收納空間 那在色調上面 我覺得設計的還是算蠻好的 蠻溫和的 在收納的下方就是可以放 電鍋瓦斯爐烤箱等等的 電氣用品還蠻好用的 旁邊這裡這個孔一樣喔 就是那個瓦斯 天然氣瓦斯還沒有到貨 那到時候會一起裝 好我們進來這個浴缸 有發現嗎 浴缸這邊已經裝好手把了 浴室裡面呢 一樣都有做採光 再加上烘乾的曬衣桿都幫你裝好了 外面的部分洗衣機的托盤 旁邊這邊是洗面台 來看一下洗面台 兩層的收納空間 洗面台的旁邊是什麼呢 哇 又是這種收納真的是太猛了啦 就是硬要把空間都隔成收納就對了 好那我們前往二樓去看一下吧 一樣把手都做好了 那樓梯呢 這個也都是看起來非常有質感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在樓梯這邊又做了哪一些 很有趣的小巧思 首先他這邊 有的時候是一盞燈 但他是刻意裝了兩盞燈 而且這種燈我覺得是蠻有質感的 然後再加上這邊還放了一個小小的採光 好一進來之後右手邊是主臥室 主臥室這間是7.7鐵的空間 順帶一提他這邊的地平呢是有75平米 那建物面積是91.53平米 所以都還是算蠻大的 什麼概念呢 一般在大阪室內要有三層樓 他才會達到91.53平米 當然不是絕對啦 我們是指一般的情況 來到了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也是兩間合併在一起 這間房間總共是11.2鐵 如果說要把它隔成兩間的話 就剛好對半 一間大概是五點多鐵 自己去除以二就可以了 那格局幾乎是一模一樣 就是收納然後門 那對面也是收納再門這樣子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這一面 我這一面是有比較大面的採光 當然如果是直接當作是一間房間的話 就沒有差了啦 只是如果說你是把它當成要隔成兩間的話 到時候我們這一面的採光會比較好 那另一面就比較差一點 二樓的廁所的部分 一樣也是沒有洗手台 二樓都是做的比較相對的簡便 畢竟一樓的話呢 可能有客人要一起使用 那二樓的話呢 比較多是自用 上面也都是有採光再加抽風機 接下來啊 這個神秘的衣帽間 真的是神秘的衣帽間 也是不錯啦 但是他就是沒有一個門 我覺得有好有壞啊 可是就變成是客人如果來的話 你什麼都被看光光了 如果說你真的很想給人看 沒關係 可是有的人應該想要有隱私啦 那這一間的話 我們剛剛有走過來嘛 只是我們剛剛沒有介紹到 這邊上面這兩個 是封死的 那下面這兩個呢 是可以開的 像是這樣子 轉轉轉 就可以開 那如果再往回轉的話 轉轉轉 就可以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陽台 這一間的陽台呢 就比我們剛剛看的那一間要大一些 那畢竟他的地平也是比較大的 當然我還是認為喔 如果是我 我寧願去跟鄰居對到眼 我也不想要讓我的陽台是這種 封死的感覺喔 這樣完全就看不到外面這樣子 這還是讓我覺得有一點壓抑 這裡一樣也都沒有放賽衣感的掛鉤 這點也是讓我覺得有點小可惜啦 這個不是必備的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大樓的外觀 外觀是長這個樣子 那旁邊的另外兩塊地呢 也都是要見 那當然裡面的格局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們看的Sample 其實就是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差別也不會差很多 大同小異會差一些些這樣子 現在剩下最後一塊沒有賣 是哪一塊 是西的這一塊 最貴的這一塊 為什麼它貴呢 因為我們剛剛面的那一塊呢 它是屬於西北方喔 那我們現在這一塊是屬於西南方 那因為我們西南方的話 我們可以接收到的採光 是比西北方要再多的 那所以我們這一塊又是角地 那當然A也是角地 所以最便宜的呢 其實是中間那一塊 那也賣掉了 現在剩下的就是這一塊 這塊土地 西的這一塊 那是2870萬 界線的部分在這邊都有做標示喔 從這邊延伸一直線 那這一塊土地呢就是我們的西 再加上停車場的外購費用 總共是2930萬日幣 離最近的車站呢 是11分鐘是四地釘車站喔 四地釘 這是屬於路面電車啦 那它還是可以直達天王市 離南海的高野線呢 是界東車站20分鐘 好的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再趕緊聯繫我囉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從這邊 謝謝大家 收록 最後まで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Goodボタンも押してね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 他の動画も見てね バイバイ